各位网友你们好 欢迎大家收看八年神舟风云人物这个节目 我是苏惠岳牧师 这一回我想跟大家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 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惠的信仰 或者我们首先来看看今天的北纪 在1930年7月 彭德怀率领红军阿夏长沙 占领了长沙十一日之久 当时他们的司令部 是位于中国内地会的圣经学校 在那里他们成立了这个沪南省苏维埃政府 但国民党的军队在美军掩护之下 将彭德怀赶出长沙 当时毛泽东在井江山 但他的太太杨开惠和三个儿子 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 仍然在长沙的市郊 仰家的老屋 守长沙的国民党长官何建 虽然知道杨开惠是毛泽东的妻子 但他没有进行任何共产党的活动 所以没有拘捕他 但到了8月的时候 红军企图再进攻长沙的时候 何建就在10月拘捕了杨开惠和一个长子毛岸英 过日刚刚是毛岸英8岁的生日 何建被杨开惠一条生路 只要公开宣布 去和毛泽东脱离这个夫妻关系 就可以活着 但被杨开惠拒绝 结果被猖獗死亡 死了之后 亲戚将他的遗体 安葬在老屋的后波上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文 就带着围下三个儿子去上海 由地下党照顾 1982年 当那些工人维修杨开惠所住的老屋的时候 发现他七篇文章 藏在泥砖的缝甲当中 1990年 又再在他睡房发现第八篇 我们从这几篇文章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杨开惠对丈夫强烈的欢容 只是带来一点小小雅鼻的爱 还有他被丈夫遗弃 各种的痛楚 其中一篇就是这样写 几天都睡不着 无论怎么样 我简直要疯 很多日都没有耐心 天天在那等 我的眼泪 我不应该那么悲痛 孩子也都跟着我难过 母亲也都跟着我难过 简直太伤心 太寂寞 太难过了 有趣的就是从他的文章来看 杨开惠是一个极不认同暴力 残杀的一个人 他说到他童年的时候 他这样说法 那时候我是同情那些的畜生 每当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 那些的惨影 杀鸡杀猪杀人 在我脑海里面翻腾起来 真是令我非常痛苦 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忘记 那种的苦放和滋味 但是更有趣的 他又提及他的信仰 其中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现在我倾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我想在学问里面得到一些滋润脉 将我以枯干的生命灌溉扶持起来 说他能够有一种新的发言 有一天我大声叫 我从前的观念错了 唉 杀杀杀 耳边就是听到这些的声音 人为什么要这么争灵 这么残忍 为什么呢 我不能够想象 我有一个信仰 我要有一个信仰 我要来有一个信仰 这些文章清楚讲明 他从前对共产党的信念 是错误 何解 因为耳边里面 经常所听到就是杀杀杀 他不能够接受这种 这么残忍的信仰 他有另外一种的信仰 究竟他想说 另一种的信仰 是一种什么的信仰呢 是不是想到他从前 在教会学校所接触过的 基督教信仰呢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知道毛泽东一生有四个妻子 他第一个妻子是姓罗的 是毛泽东在十四岁那一年 父亲为安排的一头婚侍 罗氏给他长四年 结婚三年之后 罗氏就因病去世 结束了这一段婚姻的关系 毛泽东也都从不提及这一段婚姻 杨开卫是毛泽东第二任妻子 1914年 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认识了他的老师杨昌制的十三岁女儿杨开卫 杨昌制曾留学日本和英国 在外国有十年之久 1918年 杨昌制聘请为北京大学的教授 于是他就举家迁往北京 同年九月毛泽东也到了北京 并且向杨开卫大宴恩勤 两年之后 杨昌制病重 毛泽东对老师关怀被知 多次陪杨开卫去医院照料 杨昌制死了之后 杨开卫和母亲就返回长沙 杨开卫进入了美国基督教教会开办的 福商女中读书 毛泽东就在师范 扶小任职 开始谈恋爱并且同居 就因为这件事 杨开卫就被学校开除 到1920年底 他们结了婚 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加入了共产党 并且一约成为职业的革命家 共产党每个月给他有60至70元 作为互南党活动的经费 没多久就增加到100 后来增加到160至170元 这些金钱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自从1926年10月开始 他和杨开卫有了自己的家 有了工人 他们的家就在长山的城边 完全有一片赛地 房是中共经费买的 作为互南区的机关 他主要的工作就是罗志党员 和他共事的还有易礼庸 何淑恒 和弟弟毛泽文 在这里我要提提一个有趣的故事 颜福庆是中国著名的一个医生 去毕与上海盛若寒医学院 在1906年来到美国深層 在著名的耶鲁大学医学院就读 获得医学博士下 专医空肺科 1909年回去中国 在长沙商瓦医院行医 1926年的一天 我们正在下着大雨 颜医生的助手 走进去的办公室 对话 有个青年人求救 他的妻子刚刚生了一个小孩 就染了一种古怪的副科病 希望他能够入院治疗 因为家品家境清贫 不能够付上医疗的费用 颜医生听了之后 就对他助手说 请他进来 一个身穿梭衣 头大头粒的年轻人 就告诉医生听 他妻子的病房 并且希望医院能够免费 带他妻子进医院 得到适当的治疗 颜医生是一个基督徒 冻了慈心 就这样 他的妻子 就能够进入医院 接受治疗 得到颜医生 适心的治疗 很快就恢复健康 这个青年人不是谁 就是毛泽东 他年轻的妻子 就是杨开慧 1956年1月 毛泽东在北京 设宴 请全国知识界的知名人士 当时颜福庆医生 也都坐在毛泽东的左边 毛泽东 入到宴会厅的时候 坐一来就对颜医生说 30年前 在湖南商瓦医院 我就认识你了 颜福庆为之一学 晚而想在30年前 去怎么样医好杨开慧的故事 颜福庆医生 虽然是毛泽东夫妇的恩人 但他的结局 是非常的悲惨的 他年纪大了 有一次在上海集会的时候 说错了一句致命的说话 他本来想说话 共产党万岁 但说错了 国民党万岁 就这样 他就被批为美国的特务 是个卖国策 后来更加被红卫兵抄家 批斗隔离审查 病了得不到入医院治疗 最后在1970年病逝 中年88岁 到了80年代 顏福庆的儿子 将他的骨灰带到美国 安葬在纽约 这是令人悲愤的故事 1927年 蒋介石进行清共的运动 中共发起南昌起义失败 接着毛泽东训练部队 发起所谓抽收起义 又是失败 毛泽东带着600人来到井江山 作为他的山寨 这个地方 这个树木就茂密 四季都有龙墓围住 二手难攻 他在井江山住了15个月 留下了杨开卫和他的儿子 在长沙 来到井江山没多久 毛泽东又有新欢 就是他第三任的妻子 何志真 当时何志真只是18岁 毛泽东已经是34岁 三年来 毛泽东只是给杨开卫一封信 他的心情 从他的文章里面 我可以略规一二 杨开卫的确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他曾经在基督教学后 受过教育 听过福音 也都沉蒙基督教医院 和基督徒医生的恩惠 但究竟基督教的福音 对他有什么影响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但观其所遗留下来的文章来看 他对共产党的信仰 的确有点幻灭 文章提及另一个信仰 是不是指基督教的信仰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昔日的宣教士 和中国基督徒的见证 他是对港泛社会不同阶层的人 有着一定的影响的 正如罗马书第十章十五节说 报福音 传起信的人 他湖的脚中 何等皆尾 好 我们今天说到这里 下次再和大家说 另外一个风云人物 拜拜